母藝養殖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區 在這幾年來 我想我看到了幾個非常大的變化 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大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說 我本來有記錄一群年輕人 他們本來是做漁業 比較外海的漁業的捕捞 可是在洛青工業區來了之後 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海域場域 因為台塑有很多的大船 大船就經過了整個捕捕捕域的生產 導致我們其實有一批的年輕人 本來從事這個農業養殖的這個工作 他就開始沒辦法養了 也開始沒辦法捕捕了 剛剛我想其中老師有提到 我才清楚原來 或許台塑增加了一萬名的員工 可是農業可能已經減少了一萬名的員工 另外一個部分是 當這一群所謂的農 農漁會本身在做農業生產的這一群年輕人 他到哪裡去了 最後就是進入了所謂台塑的外包工 進去工作 當然 我發現的是說 這一群年輕人 其實他在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 跟環境的影響之下 其實對他的家庭產生了一個頗大的影響 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改變 包括對他兒女教育的方式等等都改變了 我差不多89年才回到英寧過去 所以以前像我爸爸養殖的時候 如果說某一個武力跟文革 差不多八個月就可以做成 但現在的話可能到一年兩個月甚至到兩年 文革的話有時候 紀律說好像他在圈養 所以有時候會死掉 牧力可能是他在海上 他是用自然的海域 所以他跟著隨手漲潮跟退潮 可能對整個沒有影響那麼大跟深夜 但相對的話 如果你是太過酸化 比如說六輕他的那個南美他的發電廠 每天排放排放的那個柳化物的部分 相對提高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那邊養殖目前所碰到的 也是說時間也是他長大 一年兩個月左右 目前我想如果在牽羊 在庫拉萊刀養殖文革的部分 他要投餌 投料的部分 你想想八倍可以說成 到最後變成一年兩個月 甚至兩年也沒有辦法 他們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起勞的話聊一聊 才知道整個政治生態裡面 藍立黑白兩道 都要靠排塑這個吃飯的部分 有一次我跟宮殿是一個在地媒體說 我快要退休了 是不是找一個年輕人來說 多一個發言人 他說大哥沒有人敢談六輕 因為在那邊你 好像說你只要講不對話 可能會人家來問過你 還是你家庭以外給你因素 壓力的部分都會有 談到六輕 真的是有很多悲哀想不完 因為讀到國中之後 就要趕快求學去嘛 然後對於台塑其實認識很少 應該是高中時候在嘉義讀就認識台塑了 那邊有一個台塑的那個在嘉義的夏陽仔那邊 有一個台塑的工廠 他當時也在附近造就了很多 農民的一個離癌死亡事件 一樣是求償 跟現在的雲林縣都是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狀況 所以對他認識很少 然後台塑對雲林的衝擊有多大 除了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影響報告 跟一些離癌的市值之外 其實他對生態對人文 各部分的衝擊面都很大 這是我們很多人都去忽略掉他的地方 雲林縣的海岸線其實他很漂亮 他有世界級的國家地理景觀 這是我們政府刻意去把它抹煞掉 抹滅掉的 怎麼說呢 我小時候的海很漂亮 那邊可以產生很多天生有美感的藝術家 但是因為是窮現 對嘉義這方面政府沒有做太多的藝術 所以很多人才到走到一半 走到中間就惡煞掉了 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造就那麼多的藝術人才呢 就在於他的環境 這個地方很特殊 他可以有農業 他可以有漁業 他又是一個生態保庫 然後他的地理環境又非常的特殊 每年的東北季風大概會吹到半年左右 然後這就造就當地的一些學生 一些小孩子 他天生的體能就很好 因為我當現兵啦 然後我們曾經在軍隊裡面 我們有實測過 我們可以跟原住民一起競爭 海線的小孩子有這種能力 然後這些天然的造就的一些資源 會因為六星的進駐 一點點被抹殺掉 包括以人 人的本身的一個職 目前的小孩子都已經改變掉了 以前海線居民出來的 是驍勇善善的 很正義感的 然後現在 我們的下一代變成了什麼樣子 其實目前都已經有答案了 雲林縣的美被我們的政府刻意抹殺掉 雲林縣的農業的好也被我們的政府刻意的抹殺掉 蒜頭、地瓜、瓜果類 在這個海風搶洗的第一道最新鮮的海風 它有非常美味的工作物 為什麼我們政府不重視、不注意 六星來了之後 它造成的禍害 真的只是當地居民的健康風險問題而已嗎? 不對 它會文化的沖洗 人文、生態、藝術方面 各方面都有負面的影響很大 這是我出外二十幾年的一個非常深的感受 台西西海岸並不是文化沙漠 那是因為為了要迎接六星的進駐 必須做那麼多的負面宣傳 把六星進駐的正當性合法化 那我想剛好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更正 其實有點像更正也是個藝術家 那今天 那我自己作為一個紀錄者 後來今年剛好有機會 因為協會的關係去參與六星監督委員會 那我想進來 大哥也是六星監督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那我想在這邊稍微跟各位朋友在分析 討論一下到底這個六星監督委員會實質上 對六星到底的監督有沒有效益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知道 因為今年參與了這麼多的這樣的一個 幾次的監督裡面 或者說可能各位朋友認為環保署 在監督六星上面 成立這個專家委員會是有效益的 可是實際上我必須跟各位講 是完全沒有效益的 那因為六星公安之後 國家要他提出了這個所謂的自主性管理 那什麼是自主性管理呢 很單純我覺得自主性管理 就是他找了一批專家學者叫自我管理 OK 那大家都可以很清楚 當他自己出了錢 然後找了一批學者做研究報告 那這個叫自主性管理嗎 當然不是嘛 這叫什麼 自我保護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所提出來的相關的各個老師提出來的問題 在這幾次他所回應的完全都是沒有問題 那我剛剛在 剛剛記者會提到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常常在周遭的 他自己做的報告 就是說他委託學者做的報告 常說某一個國小的二氧化流指標是超高的 那他最後他說什麼呢 他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這是東北季風 中國大陸南海的問題 所以他完全不去承認 所有空氣汙染水汙染的問題跟他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這個 所謂的這個自主性管理是完全無效的 OK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林大哥談一談 就是你在這個建築委員會 你看到所有的一些狀況 我想大概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在裡面 因為當了兩任四年 在裡面真的 我真的看累了 真的無力可迴天 他永遠不會回答你所謂的問題 比如說海水氮化的部分 他說一定 他說如果說 我們如果海水氮化 會產生多少二氧化碳 會對我們整個貢獻給我走到 所以這不宜的 我說沒有的話 你就把這個弄掉 說你不要在裡面的話 你把這個去除掉 不要把這個問題 永遠一而不解都沒有辦法 我想 我在這邊很忠衡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寫者會很多種 在裡面的話 甚至於 有某一個教授 邰座請他 是以十萬美金起跳的 都有人存在 所以 有時候我會對那些教授 可能很不客氣的 我會開罵 因為我說 在密閉式的空間裡面 決定台系人的生意史是不道德的 你也沒有資格講這話 我想如果說 對那些不盡責任的 所謂的那個 協責的話 我想應該廉加批判 但是我還在這邊 警告詹老師 請你以後 把你的資料做好一點 不然人家 下一個是你 我跟你保證 他說認為說 改善這些實驗的話 沒有用 為什麼不把這些錢 直接花給你們這些 當地基民 它其實它是 又一個反負 反向的思考 所以 台塑的空間 是非常厲害的 我在這邊講話 你們一起同負責 謝謝 有錄影喔 沒有關係 我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 在地人 其實還是 最在乎的問題是什麼 但是我 當然我們相對也很 應該說很無助吧 或很不利吧 但是在這樣一個 無助 跟 無助的狀態之下 我們其實 我們還是要 去面對台塑工業 可能產生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參加這個座談的時候 我們其實想提出幾點 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 所謂的空氣污染 當然它的總量是4302 那剛剛 您說高雄有50幾種嗎 對不對 致癌物質 22 第一級跟第二級 第一級跟第二級 OK 那我們有132種 但我不知道 132種是幾級的 我們有132種 那到底我們這個 空氣污染 要透過什麼方法 才能夠降低呢 OK 這個是 這個是我想在地 跟彰化 以北的朋友們 非常關心的問題 OK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謝謝